臣敌人劫叩见太子妃 太子妃 让您受委屈了 您还好吗 敌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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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 亏我那么相信你 你竟敢出卖我 我 我没有 我 快快快 带林龙吃饭 走走走 敌大人 敌大人 您息怒 息怒 趁有下情禀告 敌人劫 敌大人 您怎么就这样把他带回来了 阿露是相信我才把他的朋友交给我的 您怎么能 我不是想帮你的忙吗 我这个人帮忙从来都不打招呼 你也不用信 对了 阿露为什么要把他送到你那里去啊 阿露他死前常来花房买花 时间长了我们就成了朋友了 后来有一次他带那个妇人来 说她的丈夫被人陷害 关进了天牢 他们连怀有身孕的妇人都不放过 所以他就将那位妇人带到了我的花房 而且让我照顾她 等过了这段时间再接她回去 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 这妇人什么身份呢 没有 你也没问过啊 他想说自然会说啊 他若不说 问了也没有用 抱歉啊 你坐坐坐 别着急嘛 来 坐 来 姑娘在洛阳城外开花房有多久了 差不多三个月吧 听姑娘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哪 我是从山东来的 山东哪儿啊 山东泰安府 泰安可是个好地方啊 泰安府有一个美如仙境的御花谷 姑娘听说过吗 狄大人 你也知道御花谷啊 当然知道了 那您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呀 没什么 山东离京城路途遥远 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我是来找我丈夫的 你丈夫 我只知道 我丈夫 他在京城做好大好大的官 后来听说有人要害他 叫什么名字 你说得出来我肯定认识啊 你不会连自己丈夫的名字 都不知道吧 我只知道 他在京城做好大好大的官 后来听说有人要害他 后来听说有人要害他 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记得他身边的人都叫他太子 怎么了 狄大人 他叫太子 他叫太子 是啊 我还记得他很喜欢花 他会画花 还会养花 他画的花比真花还好看 老爷 早饭做好了 请玲珑姑娘吃饭吧 对 先请玲珑姑娘吃饭 好 请 那我先去了 好 我处理完公务就过去 嗯 这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办 发太子妃的脾气呗 你先去吃饭吧 我进去看看 哎 大人 可千万得小心啊 这天底下 没有什么 比部奖里的女人更可怕的了 嗯 没什么 这件事情 千万不可张扬出去 为什么 如果有人知道太子妃在我这里 那洛阳城还不得乱了套啊 哎 大人 您还是将她送回太后那里吧 这种女人留在府中迟早是个麻烦 我还有些事情没问清楚 再有 她如今怀了身孕 荒芜苑已经烧没了 总不能让她住到天牢里去吧 哎 大人 您问过玲珑姑娘了吗 她到底是哪里人啊 山东泰安府 真的 太好了 这个神秘的女人终于现身了 我怎么觉得她一点都不神秘呢 不过 这件事还得再查查 你先去吧 明白 太子妃 太子妃 臣敌人节告进 臣进来了 臣叩见太子妃 出去 你给我出去 请太子妃息怒 太子妃 太子妃 这饭还是要吃啊 如果不可口 我可以让她们再做呀 敌人节 敌人节 你少栽着猫坑耗子架猩猩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你害了我丈夫 现在又要害我与腹中的胎儿 我告诉你敌人节 我绝饶不了你 请太子妃息怒 哼 不 您心情不好 臣不便打扰 有什么吩咐 您随时叫臣 臣告退 敌人节 臣在 太子呢 你还我丈夫来 丁哥姑娘 你吃啊 来 吃 多吃点啊 谢谢 我叫骰子 骰子 骰子 跟她一个名字 谢谢骰子哥 不客气 不用谢 谢什么呀 到了这儿 就跟到自己家一样 我们家老爷 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爷 丁佛 老爷呢 让你给那位送点饭去 送过了 人家全都给摔出来 再送一遍 冰冷姑娘 你先吃啊 我马上回来 嗯 摔子哥 嗯 那位夫人 她是不是不高兴啊 好 没事 你吃你的 我说没事就没事 吃 我说没事就没事 吃 对了 都是在衙门中办事 跟我一样 衙门里的人我也有认识的 是吗 摔子哥 你认识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叫张顺子 顺子哥 你还真认识啊 嗯 我们以前是很好的相邻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哦 来 吃菜 嗯 帅子 大人 原来你没睡着啊 有什么事说 大人 大人 我已经全都问清楚了 他就是当年 泰安府玉花谷的主人 我们一直在找 一直未找到的玲珑 他自己都亲口承认了 他说他与张顺子是好朋友 谁说阿鲁死了 我们的线索就断了 苍天有眼哪 又给送来一个活口 你觉得他与阿鲁是什么关系啊 当然不是买花者与卖花人 这么简单的关系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证据呢 他不是已然承认了吗 第一 根据那支飞镖 我们可以怀疑 阿鲁是泰安府陷害案的参与者 而玲珑呢 玲珑是玉花谷的主人 当年陷害太子的兵器 便是藏在玉花谷中 而且是由玉花谷的车送进太子宫的 第二 太子爷出世之后 玲珑就世间消失了 怎么会五年之后 又突然出现在洛阳城中 又恰恰是与阿鲁在一起呢 第三 阿鲁是谁 阿鲁是偷换太子妃 杀死赵永亮的元凶罪魁 而玲珑却与她是朋友 我们又在玲珑花谷找到了太子妃奇人 凭这三点 证据还不够吗 所以我怀疑 玲珑与阿鲁是同谋 当然 咱们只要抓住这个人 抓紧这条线一查到底 五年前的冤案不就能翻过来了吗 还是你刚才说的 我倒是有几个疑问 玲珑失踪了五年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她为什么突然找上门来呢 她还承认自己是阿鲁的朋友 引出了太子妃的下落 你要知道 这些事情如果她不说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如果她是同谋 她为什么要救太子妃 第二 据咱们了解 这个阿鲁可不是太子的朋友 她为什么要救太子妃呢 还有一点 如果玲珑真是同谋 她为什么来找我们帮忙呢 这也许是欲擒故纵 这可不叫欲擒故纵 这简直就是飞蛾扑火 如果玲珑是同谋 那么阿鲁现在出事了 她应该躲起来 放火 放火 杀人 劫走太子妃 哪一样不是掉脑袋的事 大人说得有理 玲珑与阿鲁果真是同谋的话 还真有点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的意思 狄夫 老爷 干什么呢 您看哪 一看就是伺货花的行家 你怎么让人家姑娘干活啊 我没让她干 是她自己要干的 她说我们家的花草养得不好 好 你跟她说 她可以回去了 大人 大人 就这样放她回去 咱们有什么理由能把她留下吗 可是她身上那么多遗体 这万一她又是跑了呢 她想跑早就可以跑了 她说她在洛阳城外养花三个月了 去查查是不是真的 是 那太子妃的事怎么办啊 您看 如果她真是不吃不喝 那可就饿死了 大人 还是将她送回去吧 咱别给自己找麻烦行不行啊 忙你的去吧 好 太子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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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与李贤太子这么多年 总共才见过几面呢 臣知道委屈您了 但这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说了 就能算的事情 即便如此 您放心 臣就是冒得一死 也一定想办法 让您与李贤太子见上一面 不 应该说 您要相信 您与李贤太子 有朝一日 一定会团聚 您现在不吃饭 饿坏了身子 将来太子看见了 得多心疼啊 臣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您想死可以 但是 现在不能死啊 您现在 就是不想吃饭 也得吃 因为您不是一个人 您是两个人呢 您现在吃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腹中的胎儿 孩子是无辜的呀 敌人姐 我要吃饭 臣遵旨 您想吃什么 您就尽管跟臣说 臣一定尽心尽力 让您吃好 太后一旨下 敌人劫接旨 太子妃 臣先告退 来 臣敌人劫 叩见太后 千岁 千岁 斩 来 起来吧 谢太后 爹爱卿 臣在 贤儿 嫌儿媳妇失踪的案子 查得怎么样了 回太后 臣正在查 她没跟你说什么呀 谁呀 还有谁呀 哀家那大难不死的儿媳妇啊 太后 您已经知道了 洛阳城里从来就没有秘密 哀家在大明宫中打个喷嚏 外面就会流传说哀家病入膏肓了 该去见先帝爷了 臣有罪 是 爱卿何罪之友啊 你找到了人 应该有功才是啊 荒蚊院着了火 没房子住了 嫡爱卿把她积留在府上 那是人之常情 不过 她毕竟是有些身份的人 长久住在臣子府上 传出去了也不好听 是 哀家想将她接走 您意下如何呀 回太后 她怀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臣以为让她住在天牢里 起来吧 谢太后 来 来 哀家什么时候跟你说 要将她送进天牢呢 没有没有 她毕竟还是哀家的儿媳妇 肚子里怀的是皇孙 在宫里给她找个偏院 暂时落脚吧 太后真是仁慈啊 臣领旨 那个麦花女 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大唐的律法你是最清楚的 私藏人犯罪责不轻啊 太后容禀 你说 臣现在还没有证据 证明她就是 劫走太子妃的同谋 她不是上门自首的吗 她不是自首 是找人 这么个傻乎乎的人 她竟然自己跑到 敌人节的府上去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觉得她挺聪明 聪明 她若是聪明的话 那天底下就没有傻瓜了 与敌人节斗 再聪明的人 也得装成傻瓜 而且是越傻越好 我觉得她这一招使得好 很好 将自己全抖了出去 一点遮羞布都没有 你还说她好 你以为敌人节是一块遮羞布 能轻易瞒得过去吗 欲擒故纵 故纵欲擒 索性坦坦坦荡 反而不会引人怀疑 尤其是敌人节 你给她一幅画得再好的画 她也能挑出毛病 可是你要给她一张白纸 她还怎么挑毛病 想要做成我们想做的事情 必须通过敌人节这关 她可是太子宫的钥匙 没有她 我们怎么打开那把锁 你有把握 让她过来敌人节这关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照你这么说 她是个洁白无暇的人了 她更像是一张没有点墨的白纸 不过臣也搞不清楚 她究竟准备在纸上写些什么 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是臣打算怎么办 你处理事情总和别人不一样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启禀太后 李贤太子的媳妇 已经安顿好了 多派人手 好好照应着 奴婢遵旨 老爷 凌龙姑娘不是送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大人 凌龙是我带回来的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大人 事情是这样 我经过玲瓏的花圃 本想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玲瓏姑娘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她为什么要自杀 我也曾问过她 她开始不敢说 后来说了 她说对不起朋友 本来是想帮那夫人的 结果反而害了她 这姑娘 说话挺老实 做起事了可一点都不含糊 我本想留在花房看着她 可又怕您着急 所以就自作主张把她带了回来 老爷 您就将凌龙姑娘留下吧 凌龙姑娘是个可怜人 咱们就当救人一命吧 留下就留下吧 为什么让人家干活啊 这是我的主意 我怕她一时想不开 又去寻暖剑 就跟她说 府上人手不够 请她来帮两天忙 您想啊 人有了活干 就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好好好 你主意还挺高啊 干活去 快去 好 大人 您也去忙吧 好 这花儿养得真好啊 狄大人 是啊 因为我家三代都是养花的 以前县衙里面那些老爷家中的花 都是我们送的 你家里有几口人哪 我爹娘死得早了 就剩我一个人了 远没想嫁个好人家的 那你常给周府衙们送花啊 是啊 他们要得多的时候 就顾些人送 你继续 我喜欢看人家试弄这些花草 真好 太安府有个行宫姑娘知道吧 知道啊 我男人就住那里嘛 那里边的花也是我送的 你一个人 是啊 不过他们第一次要花的时候 要得多也要得急 我自己弄不过来 狐狐头他帮我过了十几个人 一起送的呢 常送吧 是啊 少明说了 花儿每天都是要换新鲜的 这养花儿也挺有学问的啊 下官参见大人 下官参见大人 玲珑的事你办得不错 多谢大人夸奖 我说 江灵龙已经顺利地进入到 狄音节的府上 说明这个头开得好 以后的事情就要靠他自己了 你留在京城也不方便 万一被人发现了会很麻烦的 再说了 太安府那边的公务 你也不能放任不管吧 下官遵命 下官明天一早就起车回太安府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多谢大人 下官告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玲珑姑娘 狄大人 狄大人 姑娘 别紧张 烧板 这也是人之常情案 你和你丈夫成亲多久了 已经五年了 五年了叫不出他名字 我们虽然已经沉浸五年了 但真正在一起的时候 也只有几日而已 几日也是夫妻啊 你真不知道他名字 我们在一起 他都是叫我养花的 我叫他单官的 我们就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记得五年前 虎捕头传话来说 让我送一车花到太子兴宫 那次是虎捕头陪我一起去的 太子驾到 虎捕头传话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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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不得无礼 都退下 对不起姑娘 他们不太懂规矩 请问你是 我们见过面的呀 我想起来了 我给你送过花 你是那个当官的 当官 对 是当官的 就不知道我这位当官的 能不能请教姑娘的方名呢 我叫玲珑 玲珑 嗯 这些花都是你养的吗 是啊 想不到 真想不到在这小小的泰安府 竟有如此的养花高手 你也喜欢花吗 这么美的花谁不喜欢呢 哎呀我是养花的 可以到花圃去看看吗 好啊 好啊 单官的 请 从那以后 他就经常来玉花谷 他说他喜欢看我种花 他很喜欢花 也懂花 不要动 好看吗 好看 我也要给你戴 我 我不能戴 你别跑啊 我不能戴 你别跑啊 来啊 不行 我就要给你戴 我不行 不能戴 那天 他硬是恋恋不舍的 不肯离开 他说要跟我一起喝酒 他说 只有最好的酒 才配得上最美丽的花 和最漂亮的女子 哪个人 怎么还会 他在最爱的 那天晚上 我们都喝了酒 他说他不想走了 舍不得我 他要跟我在一起 他说 他要和我澄清 花为品 月为每 我们喝了焦杯酒 入了洞房 成了夫妻 他对我说 我们已经成了夫妻了 他要我等他 但是他一定会回来娶我的 没想到 有一天 你说什么 当官的 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听顺子哥说 是出事了 他是被囚车带走的 我想去找他 可是顺子哥不让 他说太子被人陷害了 还杀了不少的人呢 他把我受牵连 后来 后来我就在顺子哥家躲了几天 等到京城的人都走了 我才又重新回到羽化谷 直到有一天 顺子哥找我说 京城有一个好大的官 来查我男人的案子 他怕我受牵连 就让我出去躲躲 我当然不愿意啊 我又没有做坏事 可是他说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我听起来有点害怕 于是就去他朋友那儿躲了几天 后来有一天顺子哥来找我 他说不用躲了 胡葡萄已经死了 谁是胡葡萄啊 胡葡萄叫回凤山 听说当初就是他 把兵器藏到花车里面 送到行宫害太子的 这么说 你们不是名为正许的夫妻了 谁说不是 他亲口说的 花为凭 月为美 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 你怎么能肯定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呢 我去个泰安府了 可是泰安府的人说 他已经死了 他们有没有说过他是怎么死的 我问过他们 可是他们不肯告诉我 我当然不相信我夫君已经死了 所以就到洛阳来找他 只可惜人生地不熟的 到处都打听不到他的消息 潘辰也用光了 没有办法 只能在那座破庙里面 靠养花种花来养活自己 帝大人 我听说您的本事最大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帮我打听到我夫君的下落 时候也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大人 我已经让帝府给你铺好了床铺 早点睡吧 大人 打听到什么了 我找到了那间破庙的住持 据他说 此庙因香火不忘 亦是僧去庙空 那个叫玲珑的姑娘 于三个月之前 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 靠养花养草为生 生意还挺不错 客人们也都喜欢 三个月 能养成什么花啊 大人 我问了几个养花的花农 他们都说 这丫头挺聪明的 她将别的花农丢弃的花 捡回来自己养 用不了几天 就能开的织繁花帽 格外好看 还容易出手 那些花农们都承认 这丫头天生是个养花的材料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还有 我在太子妃藏匿之处 发现了许多女人穿的衣服 用的胭脂 还有唇叶子 都是在洛阳城里买的 我找到了那几家 玲珑经常光顾的店铺 那些掌柜们说 这丫头很少花钱买东西 都是用自己种植的花草来换 她自己穿着简朴吃得很差 她把好吃的穿的都给了太子妃 大人 看起来不像是背后 有人花银子养着她呀 不对了 还有 据这些掌柜们说 玲珑与他们相熟之后 也曾托他们 去寻找自己丈夫的下落 如此说来 他真是来洛阳找太子的 大人 刚才 我有悄悄光顾了一项 五成寺五大人的府上 我发现 他们院子里的花 与玲珑花房地养的花一模一样 看起来 他说阿璐经常去他那里买花 是没有错的 阿璐 通过买花 熟悉了玲珑 然后利用玲珑 藏匿了太子妃 问题是 这阿璐是五成四的人 他不顾一切的设下谜局 换走太子妃 究竟为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想嫁祸给段乌鸦 不不不 事情绝没那么简单 如果他仅仅是为了嫁祸 那么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应该迅速销毁证据 神不知鬼不觉的让太子妃消失 可他没有这么做 那就是还有一个解释 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救太子妃 难道真像五成四所说 他被人收买了 是啊 太奇怪了 长海如蓝冰雪消落 云淡风轻浮沉若梦 悲欢感淡苍天灰影 把酒当歌何时行 是非我一场句 是轻易 越圈越游远心铭静 铁血烟雨 恍然去远 爱与恨中古分明